2022內湖草莓祭登場 假日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到農場採草莓 也欣賞內湖山上的美景放鬆身心 紅一點這個還有一點點粉 我們可以再去找下一條 我們等一下行行就可以吃了 這有機等行行就可以吃了 我們再去找下一條 我在採草莓 你還穿草莓衣你看對不對 還是在採草莓 我還穿草莓衣 好棒喔 這邊草莓多嗎 多啊 啊你想要採幾顆草莓呢 30顆 哇好厲害喔 那你要很忙碌囉 今天怎麼會想要帶家人一起過來這邊 主要是因為幼兒園有寶島遊台灣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來認識台灣 大概是這樣 從哪裡來的 從中和 對 怎麼知道內湖這邊有草莓 內湖其實蠻有名的 就是網路搜尋 或口耳相傳都知道 對 那你會覺得說帶孩子 像你剛剛說的佩兒課程 來認識這樣子的一個在地的鄉土 也不錯 對啊 我們現在那個在三月份辦內湖草莓季的話 我們內湖的話 現在種的草莓的話 它的品種有很多種 有香水的 還有桃園四號 還有那個 另外一種 本身的話 我們內湖的話 有一個我們內湖 農友自己發明的 這是內湖一號 我們又俗稱為天萊一號 它本身的果實 質地比較硬 在我們採摘過程的時候 帶回去的話 本身比較不會碰爛掉 它的香味也不錯 它的口感咬起來比較有咬勁 其實吃起來的話 它比較相當紮實 我們在內湖草莓季 現在在辦的時候 只要買超過一千五百塊的話 它就有送一隻那個草莓兔 就送完為止 現在目前的話 還可以上 拿我們那個內湖草莓季的招牌的話 可以上IG上打卡 它有抽那個蘋果那個音箱 你們從哪邊來 怎麼會想要來這邊採草莓 我們從新店 對然後 因為我很喜歡吃草莓 但是就是一直沒有機會去採 然後就想說 剛開學不久 還沒有什麼事 就來這邊採草莓 嗯 我之前是一直很想要去苗栗 然後到時候查到說 欸台北也有 然後因為我剛好在台北讀書 所以就 就來這邊採會比較近 就是其實是 當初是它邀我一起來的 就是說我們當初就想說 剛開學嘛 就事情沒有那麼多 就可以約出來一起玩 然後剛好它是 它是比較喜歡吃草莓 然後就提議說 要不要一起去採草莓 就是體驗看看 然後也可以就是挑一下 看有沒有自己 自己看上的草莓 然後可以這樣子採回去 然後就可以吃了 然後來到這邊有沒有覺得 應該第一次來嘛 嗯 有沒有覺得這邊內湖 就是讓你覺得 欸不錯啊還有草莓 風景好像也不錯 對不錯 就很難得就在台北 然後你就可以跑到一個山去 然後就有一種 有一種很很奇特的 就是清幽的感覺 然後又很休閒 然後就這樣採草莓 啊你們交通過來這樣子 怎麼過來方便嗎 就一開始是坐捷運 然後轉公車上來的 就其實還是可以 就還蠻方便的 捷運是坐到哪一站 捷運是坐到那個 昆陽 對昆陽 昆陽站 然後轉幾號公車上來 那個小三的那一台 然後在農場門口就下車了 還是 對就是差不多就是在那個 有一個牌子那邊就下車 然後就往前走就到了 我們今年度的草莓齁 本身的話就是 因為去年的話 我們9月10月那時候天氣太熱 所以說 正常在 台灣省不只內湖 整個地區內湖 那個台灣省包括內湖在內 它本身第一期花產量很低 甚至不到兩成 開花結果 因為氣溫熱的時候 造成它開花結果的量少 現在就是 第二期花它就比較多 第二期花就因為第一期花 它沒有開的時候 第二期花它開的量就會比較多 因為 台北的話這邊 假如是說 你沒有蓋設施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栽培 因為沒有蓋設施的話 因為最近從一月份之後 元旦之後就一直下雨 下到二月底 本身的話 你水太多的時候 草莓就很容易爛 你假如沒有蓋設施的時候 根本就不用採了 所以說 現在台北這邊種的話 草莓都在設施內 只要下雨天大家都不用怕 下雨天還是一樣可以來採果 現在都是量會慢慢出來 因為我們很多 遊客來這邊採摘草莓的時候 它採得很高興 採得很多 沒有錯 但是它要回去 它有一個缺點 很多人會把草莓放在後行李箱 它做得很舒服 沒有錯 你把草莓放在後行李箱 我說你把它放在後行李箱 你再回去的草莓一定要爛掉了 因為我說你為什麼不做後行李箱 因為它後行李箱一定會很顛破 你回去的草莓一定受傷 我就一直交代 遊客 你一定要放在護駕駛座 它草莓就比較不會受傷 那邊的震動力最小 你正常沒有吃完的時候 我們假如沒有受傷 放在冰箱冷藏的時候保存的話 正常維持一個禮拜都不是問題 你真正太多吃不完的時候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把它清洗乾淨之後 直接放在冷凍庫 你可以到說要吃的時候 你可以拿出來做果醬或打冰沙 做一些那個護產品都可以 你直接拿來吃也不錯 腳踩上去 你可以一直腳就好 因為這邊不要再蹲下來 然後抓蘿蔔 抓蘿蔔 兩隻手 兩隻手 你看姐姐在把蘿蔔 抓兩隻手 放它 用力放它 搖一搖 用力放它 姐姐用力 往上拉看看 用力 哇 姐姐把蘿蔔 拿好喔 歡迎一下 應該把把塞袋子 從74年開始經營清香休閒農場的許老闆 當時接下父親的務農事業 順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他積極上課進修農業知識 將農場發展成綜合性的觀光果園 也推動友善農業 讓土地可以修養生息 一開始的話 這邊農場的話 現在我們看到種草莓 這邊室內的 該設施的 這個早期的話 是種那個水稻 樹林裡面早期的話 是種那個斷木香菇 是到我接手之後 我才把它慢慢轉變為觀光果園 從我們最早的時候 是從那個斷木香菇 開始做觀光果園 那時候因為斷木香菇 它在開放採摘的時候 它本身的話 它是有那個氣候的問題 不是每次遊客來都有東西可以採 有時遊客來會鋪空 那時候我就發覺不對勁 隔年我就把它轉變為 綜合性的觀光果園 就是說 我有種草莓 種柑橘 種小番茄 種地瓜蘿蔔 這些東西出來 遊客來假如這樣東西 沒得採的時候 它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採 不會讓它空手而回 早期的話 我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從小就接觸農業 知道做農業很辛苦 其實我在讀高中的時候 我就不是要學農業 我就已經騎汽車修復 本來要去修理汽車 結果工作都找好了 那時候我老爸開始反悔 說我是長子 不能出去外面工作 要留下來 那時候真的是很痛苦 那時候留下來的時候 因為你早期在從事農業的時候 他們比較單純的是 沒有什麼突破性 就是單獨說 長輩教下來怎麼做 就是怎麼做 沒有去突破性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你自然自己要留下來的時候 你的經驗不足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農委會都有辦一些 農村青年獎座一直上課 所以說我們只要有空的話 我就會安排去上課程 學一些技術回來 不然你假如單獨的像以前 老一輩這樣子做的話不行 你的觀念沒有改 你在這樣子沒有辦法生活 像我們 我們這邊的草莓比較特別 像我們現在種 現在你們來看的話是種草莓 等到五月底以後 我們整個草莓期 草莓園期都會淹水 為什麼我們要淹水 就是要讓草莓園期去休息 淹水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那個水稻的種子 撒下去 讓水稻去生長 那個水稻以後不是要受益 它打下去當作濾河 我們在這個種水稻的過程的時候 它裡面可以複育很多的蛙類 讓我們農場的生態會比較複育 那個蓬勃一點 你這樣子的話 土地有休息的時候 你隔年再來種草莓的時候 它本身的話 就病從外就會減少很多 你就可以減少不要使用農藥 這樣對我們自己也好 對消費者也好 在台北市的內湖 就可以體驗到 休閒農業的彩果樂趣 休閒農場也歡迎全家大小 利用假日上山來遊玩 擁抱大自然的美好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